白浅这二胎颇为不顺利 直接比预产期晚了三个月 叶华甚至请太上老君来帮白浅看诊 都没看出有什么问题来 只安慰他宽心些 孩子该来总会来的 倒是白浅觉得自己胃口越发好 每日凤酒变着法子给他做的吃的 他总会很赏脸的吃得干干净净 一日白浅又心满意足地吃个大饱 吃完才对凤酒后悔道 你说我天天吃这么多 会不会越来越胖啊 凤酒安慰他 姑姑只是肚子大了些 其他处还是很纤细的 并没有影响姑姑的美貌 白浅摸着自己的肚子 也不晓得这肚子为何这么大 当初怀团子 或者你怀小潮哥的时候 那肚子看上去好像只有一半大小 那说不定姑姑肚子里怀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白浅笑了笑 我也不指望自己的孩子有多了不起 跟团子一样白白胖胖 能吃能喝 每天都开开心心就心满意足了 正在一边和滚滚玩的团子马上嘟起了嘴 娘亲 我可一点都不胖 顺着团子目光一起看过去的滚滚 哎呀了一声 十分惊慌道 哎呀 姑婆在流血 凤酒赶紧一看 不是流血 是羊水破了 姑姑要生了 这一下自然是惊天动地 叶华好不容易上朝去了 听闻白浅要生了 连跟仲仙交代一生都没有 就直接消失在灵霄宝殿 幸好云山姥姥这阵子一直住在伊兰芳华 叶华过去的时候 云山姥姥已经在给白浅结生了 眼看叶华也跟当初的东华一般想冲进产房去 凤酒忙拉住她 姑姑且耐心候着 有云山姥姥在 姑姑一会就能生出一只白白胖胖的小狐狸出来 果然随着一声嘹亮的啼哭声 云山姥姥面带喜色地出来 生了 生了 凤酒再次佩服这云山姥姥的接生技术 叶华忙跑进去 在那墙包中果然有一只皱皱巴巴的小狐狸 叶华抱着看了又看 喜滋滋地对凤酒道 你看她长得像不像我 她这个姑父一向是有着超出年纪的稳重 凤酒难得见她脸上露出这般雀跃的表情 但看到这皱巴巴毛茸茸的小狐狸 实在看不出与姑父这张俊脸有什么像的 所以只好干笑着捧场 真像 你看这鼻子 这眼睛 这嘴巴简直跟姑父一模一样 是吗 鼻子在呢 眼睛在呢 怎么就成这样 听到身后这个声音 凤酒扭头过去 原来是东华也来了 而且越来居然就嫌弃小狐狸长得丑 他们清秋的狐狸 确然是生下来满了周岁以后才能变成人形 刚出生的时候 确然只是指眉长开的皱巴巴小狐狸 但东华这么直白凤酒觉得还是不妥 马上用胳膊肘推了推她 幸好叶华的心思都在白浅身上 她想去看白浅情况 却听云山姥姥呆哒哑一声 怎么听后娘娘肚子里还有一个 这下叶华都惊了一下 以她的修为 连当初莫渊藏在那西海大皇子身体里的魂魄都能探出来 怎么会探不出白浅肚子里怀了双生子 等云山姥姥再次接生完 这次却不是一只小狐狸 而是一个已成人形的男婴 只是额头上还长了两只脚 叶华的母亲勒须娘娘过来看孙子 笑道 我这小孙儿怎么跟月华出生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这额头上还有两只龙脚 感情白浅 这是生了一只狐狸和生了一条小黑龙 团子和滚滚都跑过来瞧 团子吃惊道 我一下有两个弟弟了 滚滚也跟着吃惊 我一下多了两个小舅舅了 回太成功的时候 凤九见东华忍不住感慨了一句 月华这小子倒是很有福气 静一下得了一对双生子 凤九笑着问 我怎么觉得帝君看上去很羡慕他的样子 东华握着他的手 是有些羡慕 不如我们多吃几次紫薯饼 看能不能也生出双生子来 他们这时实在散着步 边上还有仙儿从他们旁边经过 凤九真怕他这话被仙儿能听到 王故义道 帝君是想吃饼啊 那我回去就给你做 东华戏谑地看着他 回去就做 原来小白比我还急 凤九福娥这几十万年没开过花的老铁树 怎么也会说婚话了 丁是连颂叫的 他一定要找连颂算账 谁让他教坏东华 只是若是连颂听到凤九的付菲并会 不服气的反驳 就东华还需要人教坏 他那一肚子坏水能把半个四海八荒都给淹了 连颂和私命都觉得 最近掀起腾腾的九重天好像变成了沾满了凡人烟火器的育儿室 九重天上最尊贵的两个地方 无论是凌霄店还是太成功 每次去串门 总会听到婴儿的哭声 若是好不容易没了哭声 他们总会见到要么是华天君抱着婴儿在哄 或者是东华帝君抱着婴儿在哄的画面 两个单身汉非常有默契地悄悄退出来 走到瑶尺边 私命对正百无聊赖未鱼的连颂道 三殿下可是羡慕夜话天君还有帝君了 笑话 连颂打开扇子 我一个人齿迢迢来去无牵挂 何等的潇洒自在 你看看东华 堂堂的东华帝君 以前都是只适合挂在画像上的神仙 你瞧瞧他现在 天天抱着小潮哥 哪里还有半分以前威严的样子 我表示对他很失望 私命似笑非笑道了一声 殿下能这么想小仙就放心了 正好前日成玉元君取花戒与百花仙子 讨论下一届千花盛宴的事情 那花戒有一个果子仙看上了成玉元君 还要求小仙给他做媒 小仙本来看在三殿下的份上准备婉拒他 但如果三殿下想当个光棍 并且觉得当个光棍甚是自在 那小仙就积极些撮合那果子仙和成玉元君吧 连送一下就变了脸色 那花戒都是五香弄粉的 从那出来的南仙哪个不是娘娘腔 你竟然还想与成玉撮合 你说你还是不是成玉的朋友 私命摸摸鼻子 可那花戒果子仙非但不娘娘腔 小仙还觉得相貌极好 与成玉元君站在一起甚是登队 连送鱼都不为了 再好的相貌都不行 你赶紧把这红线给断了 要不然咱们几万年的交情今日便一刀两断 私命择了一生 三殿下何必如此心急 小仙也只能写写凡人的姻缘 这神仙的事 小仙最多只能做做媒人 至于两人是分是合 实孽是缘 小仙也管不住啊 连送只差撸起袖子来 那果子仙现在在呢 我现在就去会会她 让她知道一下敢觊予我连送的女人 是要付出怎样惨痛的代价 刚说完就听到身后一个脆生生的女婴 不要脸 谁是你的女人了 连送一回头 果然是成玉站在那里 不过让她尴尬至于觉得好受一些的是 站在成玉身边的是凤九 而不是那不知天高低厚 让她非常恼火的果子惊 凤九手里正抱着半只西瓜 一边走一边用勺子挖着吃得正香 此刻却发现自己吃到了更达更香的瓜 王非常感兴趣地问道 三殿下方才说是要找谁打架 需不需要我们去帮你助助阵 连送上的表情一阵清一阵白 又一阵红来回变化很是精彩 他瞧着一脸满不在乎的成玉 似乎鼓足了勇气 直接上前拉住他的手 你跟我来 眼看成玉就这么被连送拖走 凤九又吃了一口西瓜 然后问思命 咱们要不要凑过去瞧瞧 思命轻轻咳了一声 还是不要瞧得好 别把三殿下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给瞧没了 滚滚觉得自己最近和小舅舅团子的关系 没有以前那么和谐了 确切地说 自从他又多了两个小舅舅 现在应该改口叫团子大舅舅了 关系不和谐的起因是因为 有一日他去思命新军难完 看到团子也在 团子怀里还抱着一只小狐狸 正是他还未变成人形的弟弟 团子抱着小狐狸对思命新军道 思命新军 你觉得我的弟弟可不可爱 思命新军自然是笑着答 可爱 团子对这个听上去有些敷衍的答案不太满意 歪着头想了一会 又问 那你觉得我的弟弟是不是九重天上最可爱的宝宝 对了 这是胡宝宝 还有一个龙宝宝 可惜夫君娘亲怕我一下抱两个宝宝出来会抱不动 只准让我抱胡宝宝出来 思命新军慈爱地摸了摸团子的头 小 殿下的弟弟自然是九重天上最可爱的宝宝 滚滚突然觉得他们的判断有点太绝对 因为现在九重天上可不止这两个宝宝 他走过去 很是认真的纠正 我觉得九重天上最可爱的宝宝是我的妹妹 刚成为炫帝狂魔的团子一下不乐意了 胡说 我的弟弟才是最可爱的 而且我还有两个弟弟 可爱值是双倍的 你只有一个妹妹 滚滚想着好像是这个礼 自己只有一个妹妹 好像比起来是差了些 是不是要回去劝夫君和娘亲赶紧再生一个 那他仍然不服气就这样输了 一向很懂是什么都让着团子的滚滚难得被激起了胜富欲 两个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妹妹出生的时候灵霄宝殿外红侠满天 还有蓝鸟前来跳舞 你的弟弟们出生的时候可什么都没有 团子没想到将了这么一军 马上到那是因为我的弟弟们出生的时候是晚上 什么都看不清 说不定外面也有很多孔雀啊凤凰啊之类的飞来庆贺呢 斯林没想到两个娃娃只因为谁的弟弟妹妹可爱就争起来了 他咳了一声忍不住纠正道 阿里小殿下 这九重天即使到了晚上天也不会黑的 团子哼了一声 抱紧手里的胡宝宝 反正我的弟弟最可爱 谁要说他不可爱 我就跟谁绝交 所以从今天起 你不再是我阿里的朋友了 滚滚也没想到突然发展的这么严重 剑团子抱着胡宝宝气鼓鼓地走了 他站在原地撇撇嘴 突然觉得好委屈 回太成功的时候 凤九正在厨房做糕 见他回来就道 你来得正好 娘亲刚做了两笼糕 你拿一笼到凌霄店给你团子舅舅送过去 今日专门做了他喜欢的口味 说完他才发现自家儿子的小嘴已经都得可以挂起一个小油瓶了 怎么了 谁认你不高兴了 本来还一直保持坚强的白滚滚利克娃的一声哭出来 我不要给阿里送糕 他不是我朋友了 凤九很少看到滚滚伤心成这样 忙过去将他抱起来 怎么了 跟你团子舅舅吵架了 滚滚趴在娘亲怀里哭得更是伤心 一直把凤九肩膀上的衣巾都染湿了 才一抽一抽到 他说他的两个弟弟最可爱 我不服 我觉得妹妹最可爱 他争不过我 便说要和我绝交 娘亲 你说他是不是非常不讲理 凤九听完哭笑不得 竟只是因为这个 果然是小孩子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自家儿子 只得胡周道 这可不可爱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的 大凡说一个人可爱 就是把他他当成宠物一样的意思 你看 我们说小猫小狗可爱 但说起人 就会夸他们漂亮啊 英俊啊 你的两个小舅舅现在一个还是纸毛茸茸的小狐狸 一个虽然成了人形 斑头上还长着两只龙角 说不定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会长出尾巴来 所以他们现在就跟两只宠物一样 跟你妹妹自然是没什么好比的 若是团子要说他们可爱 但当然也没什么不对 滚滚似懂非懂 但小脸还是疑惑到 可是我经常听父亲夸娘亲可爱 难道夫君也只是把娘亲当成宠物没把娘亲当个人吗 凤九极力忍住想把他暴揍一顿的冲动 只能从牙缝中挤出干笑 怎么会 一定是你听错了